全國有將近百萬人 他們有勾選到高端 那大家就要問高端的保護力 還有安全性有沒有問題 其實在先前很多人就在問 說高端疫苗 重點是現在大家發現了 他在小比較量少的時候 他在產出的時候的量多的時候 大量產出的時候 好像品質不一 然後也發現了 先前他們送到了我們的 機關署這邊食藥署這邊來檢驗的時候 有一些批次竟然是不聯好 表示有一些是不符合規定的 大家就問到了我們的指揮官陳時中 陳時中怎麼講的呢 他的講法是說 如果查驗過在量產的話 EUA就會失去意義 他在講的是 大家都在問為什麼EUA之前 就已經先量產了 這跟以往我們在藥品製造 等等的程序並不符合 他說現在緊急狀況 疫情嚴重 如果你要像以前那樣一步一步來 要多等半年 未有啦 現在疫苗就是比較不夠 比較不夠 來不及需要高端 所以現在我們有跟他們講好 請他們縮短時程 前面都往前挪一點點 讓這個空窗不要發生 可是對於安全性 這個量產安全性的問題 品質質量的問題 他講說就跟做蛋糕一樣嘛 做蛋糕有的時候都會失敗的 更何況是做這麼難的疫苗 好這句話聽起來 有沒有覺得民生民生 為什麼 因為先前我們的行政院長 蘇貞昌也告訴我們了 疫苗買不到的原因是因為 買疫苗不是去菜市場買雞腿啊 好像都還蠻常跟用吃的東西 比較在一起 我們蔡政府蔡政府官員的神邏輯 網友無法接受了 因為呢大家就講說 疫苗是要打到身體裡的 跟吃的東西不一樣吧 那也有人說 失敗的蛋糕不會危及人命 最重要的是衛福部 你要做最重要的工作 不是就是把關嗎 如果這樣的態度把關的話 民眾可能會很擔心 畢竟要打疫苗的是我們啊 要問民賢哥了 可能他是覺得說這樣子比喻 跟你的日常生活比較有關 你聽得到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態度的謹慎性 是讓很多人會打上一個問號 呃陳時中陳部長 到底是餓了嗎 還是累了 還是真的不演了 我覺得說一個政府 就是說一個衛福部長 作為一個從管全國衛福相關的 一個最高的首長 可以這樣子做法嗎 可以完全不演了嗎 我不認為這是神邏輯 我是認為完全就是說 阿莊部長說我沒有要演 就是擺明了 就是說你們講的都是對的 這是大家的推測 就是說整個衛福部 包括阿莊部長 包括整個民郎的政府 就是在替高端護航啊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些神邏輯 你拿蛋糕比喻疫苗的話 網友講的很好啊 鄉民講的很好 蛋糕 蛋糕派去 你吃吃的最多就落賽 疫苗呢 疫苗是打到身體裡面的 如果三不五月有一個反應 那會怎麼樣 那是危急健康 危急生命的 可以這樣類比嗎 這不 這不只是神邏輯不當類比 用這種做法類比的話 完全就是在護航高端 整個完全都是 這種講法真的完全超乎外界的想像 那到底說 為什麼是這種打破 打破所有政府 所有過去的該走的SOP 完全為高端量身定做 EUA 可能很多觀眾聽不懂 我舉個最簡單好了 食品 譬如說 食品你要不要GNP認證 你有GNP認證才能上市嗎 那你高端沒有通過緊急授權 然後你就可以先把你的產品 送到政府去檢驗嗎 不行嘛 那你高端在EUA 7月16號 結果高端疫苗6月底 就提前送去封籤檢驗了 那我這個事情 這個意思說 我一個產品生產之前沒有做GNP 然後我已經開始在做量產 然後送到政府相關單位去做檢驗了 那這不是頭部 不然這是什麼 就是這樣子啊 那意思 廠商會那麼笨嗎 廠商如果跟政府之間沒有取得 一定的默契 他就認為說 跟政府之間暗示說 政府一定會給我通過 我就先去做量產 否則他就知道了解 所以這是說 政府跟廠商之間取得相關的默契 所以有這種高端做出來品質 是不是大家會去擔心 當然疫苗很專業 不是說所有中天的好朋友 或者說我阿賢說會擔心就會擔心 事實上回到EUA EUA的專家會議那15個專家 21個出席 15個專家還是有條件通過的 老實講前天我看了這專家會議的報告 我看得整身古老慘 各位中天的好朋友 如果你去上網下載 EUA15個專家會議的 他們的意見的話 大家都看得懂了 沒有很難 大概整理一下 我真的有點嚇到 15個裡面 有條件要同意 裡面有6個 認為說整個 高端疫苗面對變異株效果不足 還有3個人認為高端要補足 第三期的實驗 然後其中有兩個人認為說 高端要注意 平管 平管又控管好 然後另外有6個專家認為說 免疫橋接的效果 保護力不足 這個還是對他有疑慮 還有 3個人認為說 還是要去證明他的疫苗效期 還持續做安全的一個實驗性 所以你看完這些報告 雖然他沒有寫名字 寫ABCDEF 就是說把他的名字把它遮掉 去識別話 看到這些報告 大家不會緊張嗎 所以 現在當然有接近100萬 100萬人登記 可是只有要打 單獨要打高端疫苗的人不多 大家還是會緊張啊 那你官員 不是 你現在要的做法是說服 國人說高端是安全的 拿出數據來證明大家 而不是用這些神邏輯說 用蛋糕來比喻 說蛋糕整個批號裡面 也會有瑕疵 拜託 用這種神邏輯 無法說 無法說明民眾 你要說服民眾 要拿數據 拿檢驗報告 拿你三期的國際的檢驗 所以 大家就會很擔心 現在疫苗好像不足了 AZ不夠 然後莫德納也不足了 有一些登記的 還登記要打疫苗了 現在要延後了 甚至要打 莫德納的這一些 就是說 中間原本要4週 現在延長到8週 甚至到12週 拉長期間 好像政府要製造大家 就說好像AZ沒得打 莫德納也沒得打 大家唯一的選擇就是高端 那結果高端又是無法帶給人家 100%安全的信賴感的時候 那你叫民眾無所適從啊 所以我覺得說政府 拜託不用再護航高端了 如果要護航高端 唯一一個辦法 拿出科學數據出來 拿出三期驗證數據出來 拿出所有專家的數據出來 這些才能說服民眾 所以這些神邏輯的比喻 只是加深了民眾對高端的質疑 唯一的質疑就是什麼 政府是不是某種程度在護航高端 這個就是民眾心中有疑慮 有疑慮就會減低民眾打疫苗的 一個他的信賴感啊 所以政府要怎麼去護航 莫德護航也不用神邏輯 拿出科學檢驗數據 民眾就會相信你